這個倒數我們說齁 這個畫是隨便人家解讀的 因為如果是隨便畫的東西抽象 這是隨意人家解讀 可是這種廢話會隨意解讀嗎 這種廢話是會機器人畫出來 這個我導致會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所以我認為這種事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或許我講了一百年兩百年文 但是你看那麼巧妙的用品 因為這個下去的時候 不是只有機器的問題 還有人那種 炒菜有火候嘛對不對 每個人炒的菜會不一樣 一樣的材料可能十個廚師炒菜 十盤菜都不一樣 這個就是火候的問題 所以這個要取代這個 因為攝影常常 您剛剛那位先生講 因為常常會被變造 很多這種事件 很多這種法律糾紛 有的是因為變造攝影台 攝影是因為比較能夠用 的確可以動手腳 但是規劃我認為是不太行的 那我本身因為是從事攝影 這方面我也蠻留意的 那很多人 包括我當過裁判 這TY話 常常說 我們開送民意第一張 就是說不能修改 那時候 所以我現在不太喜歡幫評審 因為我說現在的數位不修改 怎麼會成一張照片 更不要說作品 因為你拍出來 這是一個弱塊 一個原始檔 你必須要去動手腳 才有辦法變成一張作品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一個必要的罪惡 那以前我們拍裡面 我們進到暗房 也是要修改 我們在暗房裡面 增光、剪光 動手腳 洗出來十張照片 沒有一張是一樣的 那請問是不是動手腳 當然是動手腳 所以這個是沒有 我是覺得沒有關係的 這不是變造 這是必須要做的一些後製 不是 不是